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性的进化》 这本书讲的是人类的性是如何进化到今天这个模式的 如果拿我们人类去和其他动物做比较 你会发现人类最不同的演化大多数都和性有关 比如说衣食柱形 其实我们的食和行也就是负责饮食的器官 负责行走的器官 它们的原理都和星性猿猴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衣和柱就大大不同 你看衣服的出现恰恰是为了遮住人类的私密部位 而柱锁的出现是来源于人类对于私密空间的需求 而我们人类对于私密空间最大的需求恰恰也是和性有关 如果说到人类的性行为 那就更是和其他动物都不一样了 且不说那些鸟类鱼类 因为那些动物都跟我们的关系太远了 就算是在哺乳动物这个群体中 人类也算是比较另类的 比如说绝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发情期 我们看动物世界 赵忠祥老师有一句经典的解说词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 大草原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 但是到了人类这里 不管是不是万物复苏 照样都可以传宗接代 这就和其他四千多种哺乳动物都不一样 而且人类还建立起了其他动物都没有普及的一种关系 那就是婚姻 男性和女性会结成长期的配偶关系 成为对方唯一的伴侣 一起生儿育女并且共同照顾孩子 而且人类还在这个基础上 以家庭为单位组成更大的社会群体 而其他的动物要么只有固定的群体 群体中的雌性和雄性都可以自由交配 要么连群体都没有 更不要提专一的伴侣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一和性有关 我们人类就变得如此不同呢 因为对于所有的生物来说 传宗接代那都是头等大事 就像是一场豪赌 生物们都想投入最小的成本 让自己的遗传基因最大化的扩散传播 人类也是如此 所以这本书就认为 性的进化就是一场投资与机会的博弈 在一次次的博弈中 人类就进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找到了属于我们的最优解 这本书的作者是贾雷德·戴蒙德 他是享誉世界的演化生物学家 也是一位畅销的科普作者 我们得到每天听本书 之前已经解读过他的三部名作 分别是枪炮并军与钢铁 第三种黑猩猩 还有崩溃 戴蒙德特别擅长将生物学 人类学 还有社会学贯通起来 来分析人类演化的历程 在这本书中 戴蒙德就提出 关于性的这场投资与机会的博弈 可能是人类进化最重要的动力 人类有一些独有特征 比如说文化 语言 亲子关系 社会网络都与性有关 接下来我会分成两个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书 我们把博弈的这两大变量 投资与机会拆解开 看看这两个因素 如何分别影响人类的进化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投资如何影响性行为的进化 在传宗接代这件事情上 动物们最大的一笔投资 就是时间 对于每个动物来说 时间其实也都挺宝贵的 动物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边 寻觅食物和天敌周旋 这些都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 如果从时间这个维度去考量 生存和繁衍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如果在繁衍后代这件事情上 投入太多时间 那甚至连生存都有可能成为问题 所以有些动物干脆采取非常节约时间的方式 来繁衍后代 比如很多两栖动物还有鱼类 都是体外受精 雄鱼和雌鱼将精子和卵子同时排入水中 在水中就完成了受精 双方传宗接代的任务 在这一瞬间就结束了 留下胚胎们自己在水中长大成鱼 但是这样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胚胎没有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 所以这种方式虽然省时间 但是成活率太低了 为了提升下一代的成活率 很多动物就只能提升投入的时间 比如雌性的鳄鱼就会守护着鳄鱼卵 那鸟类也会孵化自己的卵 大多数雌性哺乳动物 干脆采取体内受精的方式 因为这样就可以在体内孕育胚胎 给下一代更多的保护 从这一刻起 雄性和雌性在投入时间上 态度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变得冷酷一点 站在那个自私的基因的角度 单纯从基因扩散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怀孕的雌性在产下胎儿之前 为胎儿提供营养 在孕期 雌性就算是和其他雄性交配 也再也不会受孕 那么雌性在这段时间内 就可以全身心的养育孩子 并不会有任何损失 而雄性的花花肠子就更多了一些 因为雄性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再和其他的雌性交配 还能继续扩散自己的基因 对于人类也是一样 如果只从基因扩散的角度来看 那雄性就更倾向于另寻心欢 请注意 我这可不是替花心的男性做什么辩护 因为这时的人类 还没有建立起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观念 更多只有生物的本能 本能就驱使两性都要更大程度的 去扩散自己的基因 而两性之间因为投入的不同 就开始产生了博弈 人类进化中就有一个悬案 最能体现两性之间在投资上的博弈 虽然今天的我们 总把照顾宝宝的那个爸爸叫做奶爸 但是我们都知道 奶爸只能帮忙递个奶瓶 热个牛奶 奶爸自己是没有奶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男性不能进行哺乳呢 乍一听 你会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无厘头 这就跟男性不能怀孕一样 那是因为两性之间有生理上的差异 所以大家分工不同 但是实际上 哺乳和怀孕还真的不太一样 首先负责孕育胎儿的子宫 那个属于第一性征 也就是只有女性才具备 男性天生就没有这个器官 所以确实有生理上的差异 大家分工不同 但是负责哺乳的乳腺组织 属于第二性征 就是说男性和女性其实都有 只不过是男性的乳腺发育程度非常低 实际上在经历青春期之前 所有人的发育方式和结构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可以说在这个方面 男性和女性是共享一套设计图纸 之后的生理差别 只是在共同的基础上进行了小修小改 那简单来说 就是在哺乳这件事情上 男性完全是有潜力的 虽然设备简陋 但是基本上可以满足功能 其次在生物界 确实也有雄性分泌 可以补育幼崽营养物的先例 比如说地企鹅 在冰天雪地的南极 雌企鹅产下蛋之后 它们身体储存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 必须返回大海去捕食 这个期间 雄企鹅会把蛋放在脚掌上 来进行孵化 小企鹅出生之后 如果雌企鹅还没有回来 企鹅爸爸就会将小企鹅 坐在身子底下 来帮小企鹅保温 再从食道的一个分泌线中 分泌出乳白色的乳状物质 来喂食小企鹅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公牛和公山羊也都可以产奶 甚至目前还能看到这样的史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从日本战俘营出来的男性战俘 之前因为饥饿 他们的胸腺和肝同时受到损伤 接受了一定营养之后 胸腺会分泌更多的荷尔蒙 而肝还来不及消解 所以这时的战俘 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胸部发育 个别的人还有产奶的记录 总而言之 让男性可以哺乳 并非是天方夜谭 甚至都不需要进行DNA层面的变动 只需要环境的影响 那为什么人类没有进化成这样 而且不止人类没有进化成 纵观所有的哺乳类动物 都没有出现真真正正的奶爸呢 这就是因为 两性在投资这件事情上 进行了博弈 在大家都还是体外受精的年代 这些胚胎不用人操心 就能自己长大 所以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 都会扭头另寻新欢 但是如果幼崽需要一个人照顾 这个时候就得看谁跑得快 谁能立即解脱去寻新欢了 并且要保证 另一方会留下来照顾小孩 那这个人就赢了 而体内受精就使得雌性 在这方面投资过大 完全被套牢了 而雄性有给娃喂奶的功夫 不如外出再多播散点基因 投入总会少些 再加上进化惯性 所以不大可能发展出哺乳的功能 所以你看 从基因延续的角度来讲 两性既是合作的关系 也是竞争的关系 看谁能利用谁 不过刚才我们这一段分析 可能会给你造成一种假象 就是雌性在这一场博弈中 完完全全处于下风 对于花心的雄性是毫无办法 别着急 另一个变数的出现 就会让局面变得完全不同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问题 机会是如何影响性行为的进化的 动物们繁衍后代的过程 有点像一位农夫的工作 要剥下种子 要投入时间 而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等待收获 而动物们期待的收获 就是自己的基因能够成功的扩散 为了让收获的机会更大 动物们也必须投入更多努力 来消除大自然带来的障碍 在体外受精的时候 雄性和雌性担心的事情都一样 那就是胚胎能不能成活 而到了体内受精的动物 雄性和雌性担心的事情 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雄性多了一层顾虑 那就是对亲子关系的信心 雌性是没有这样的担心的 孩子是从自己身上掉下的肉 当然带着自己的基因 而雄性呢 在亲子关系这件事情上 就没有那么自信了 实际上啊 雄性只知道 自己的精子进入了雌性体内 那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雌性生了一个宝宝 但是他并不知道啊 雌性有没有在自己没注意的时候 和其他的雄性发生过性关系 无法确定啊 面前这个宝宝 承载的是不是他自己的基因呢 如果雄性啊 已经准备好 为照料后代付出的时间精力 还有资源 那么他最好先确定啊 孩子是自己亲生的 要是养育的是别人的后代 那么他就输掉了这场进化的竞赛 费心费力啊 到头来却替竞争对手传递了基因 你看啊 这真是天道有轮回 前面我们说到啊 雌性因为怀孕被套牢了 雄性呢 就想着减少自己养育后代的时间 可是因此啊 他们也付出了代价 在这种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面前 传播基因的机会啊 就在减少 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啊 雄性只能花更多的时间守在雌性的周围 保证自己啊 是那个唯一没有其他的竞争者 这当然是雌性愿意看到的 大家一起照顾宝宝 成活率啊 才更有保障 尤其对于人类来说啊 这一点更加关键 因为人类的孩子啊 比其他任何物种都需要更长的养育时间 你看啊 小牛小羊 生下来几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四处乱跑 黑猩猩的宝宝啊 断奶之后 就可以自己找食物来养活自己 相比之下 人类的宝宝想要自食其力 那花的时间啊 可是要长得多 婴儿能够灵活的站立和跑动 就需要几年的时间 而且人类的狩猎和采集 不是靠自己的身体素质和大自然硬碰 想要获取食物啊 基本上都要靠工具 比如棍棒 长毛 网 还有篮子 加工食物啊 也需要工具 比如去壳 砸碎 切开 还有烹煮 那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如何制造这些工具 都需要长时间的模仿和练习 总而言之啊 人类出生之后 至少要付出十年的努力 才能勉强学会自立 即使是在原始社会 十岁之前的小孩 也都需要父母细心的照顾 这正是女性最担心的事情 因为女性啊 不仅要十月怀胎生下小孩 还需要花上至少十年的时间 把孩子补育成人 让他自立 这样啊 自己的基因 才算是成功延续下来 如果这个过程啊 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 那实在太艰难了 如果是父母两个人 共同抚养这个小孩 那成功的机会啊 才能高得多 你看啊 这个时候 两性博弈的天平 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男性需要保证啊 小孩承载的是自己的DNA 而女性呢 需要有人投入更多的时间 和自己一起照顾小孩 这些迫切 想要将基因传递下去的父母发现 在彼此和小孩身上 多花时间 是关乎于自身利益的头等大事 于是啊 大多数的男性 都会为伴侣和孩子 提供食物保护还有住所 由此呢 人类就建立了 由一夫一妻制婚姻关系 构成的社会体系 你看啊 借助确定性这个变量 女性啊 在这场两性的博弈当中 就有了资本 男性啊 为了提升自己基因传播的确定性 就必须为了女性 投入更多的时间 建立起来这个模型啊 我们就能解释人体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了 那就是啊 为什么女性的排卵期是隐秘的 就算在今天啊 一对夫妻想要小孩 都要经过复杂的准备 要算着日子 记录女性的生理周期 监测体温 这样才能推断排卵期 提升受孕的可能性 网上啊 甚至还有专门的APP 帮助记录和计算日期 免得人们啊 单靠脑子算不过来 但是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挺奇怪的事情吗 不确定的排卵期 意味着受孕的成功几率降低了 这难道不是和生物扩散基因的本性 拧着来吗 人类为什么要进化出 这么一个自费武功的特征 主动给受孕 增加障碍呢 对这件事啊 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目前比较主流的猜想 叫做居家父亲理论 居家父亲理论认为啊 人类进化 使得排卵期变得隐秘 正是为了迫使男性啊 多待在家里 促进一夫一妻制的形成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 如果人类像大多数动物一样 有固定的发情期 有固定的排卵期 那么婚姻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在确定可以受孕的日子里啊 男性就会围在女性身边 向他求婚 将自己的基因啊 传递下去 而在其他日子里边啊 男性很确定 这个时候啊 肯定是没法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的 那么他更有可能啊 走出家门 去和其他的女性勾勾搭搭 而且呢 他还不担心自己的后院起火 因为他知道啊 妻子此时 不会受到其他男性的诱惑 不在发情期嘛 再说呢 他也无法怀孕 你看啊 如果人类和其他大多数动物一样 把发情期和排卵期 搞得众所周知 那么人类的婚姻生活啊 多半要变成一场悲剧 父亲不爱回家 母亲独自养育孩子 在残酷的大自然当中 婴儿啊 很有可能会悲惨的死去 男性和女性 谁也没能在传递基因这件事情上 获得成功 那我们再来设想另一个场景 丈夫对妻子的排卵期 毫不知情 那想要提高怀孕的概率 他就必须待在家里 多花时间陪着妻子 不仅如此啊 还有另一个理由 也迫使丈夫不得不多待在家里 因为任何一天啊 都有可能是自己妻子的受孕期 他还要防止其他的男性 乘虚而入 万一哪天自己不在家 隔壁山东啊 有一个英俊猿人 对自己那口子觊觎已久 终于找到机会 过来勾三打四 那生下的娃是不是自己的 可能都没法保证 这就又让男性啊 少了一个去外边 勾勾搭搭搭的理由 结果呢 对于父亲 母亲和孩子 都是皆大欢喜 父亲啊 安安心心留在家里 与母亲共担育儿的大任 母亲呢 多了一个保镖 给自己和孩子 提供食物 住所和保护 孩子呢 得到了双倍的照顾 能够茁壮成长 不会夭折 所以你看啊 因为隐秘的排卵期 男性和女性 就结成了固定的关系 这对于双方而言 都是好事 因为两个人 都能成功 将自身的基因 传递下去 虽然居家父亲理论 目前还是科学家的 一种猜想 但是生物学家 已经找到 越来越多的证据 生物学家们 研究了十多种 星星猿猴的进化路径 因为这些动物 和我们人类 在进化树上 距离最近 研究的结果发现 各种灵长类的动物当中 排卵期的特征 至少进化了20次 不同的进化方向 确实会影响 两性关系 咱们就来拿 人类 黑猩猩 还有大猩猩 来做一个对比 黑猩猩的排卵期 非常明确 人类的排卵期 非常隐秘 大猩猩 在这中间 排卵期 是不太明确 三种动物的配偶体系 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科学家们猜想 猿猴和人类 共同的祖先 大概率是没有配偶关系的 都是雄性和雌性 随意结合 而到了900万年以前 人类和大猩猩的配偶关系 发生了变化 开始进化出 一夫多妻制 后来 人类又独自进化出了 一夫一妻制 而到了今天 排卵期 非常明显的黑猩猩 依然保持着 随意结合的传统 排卵期 不太明显的大猩猩 大多是一夫多妻制的关系 而排卵期 非常隐秘的人类 主要变成了 一夫一妻的固定关系 有意思的是 生物学家在研究的时候 还发现 进化的过程 并不是一往无前的 甚至于有的时候 是走过回头路的 有的灵场类动物 进化出了隐秘的排卵期 而后 又开始变得公开 再到后来 也有可能又变得隐秘 那当然 我们不必对进化的 反复无常感到惊奇 在进化生物学中 这样的转变 十分常见 虽然我们总说 生物在进化 但是实际上 自然选择 并不是有设计意识的 产品工程师 他不会制定远期目标 不会规划产品路径 也不会刻意向前发展 生物的某个特征 很有可能一开始 发挥的是一种功能 后来 这个特征发生的改变 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功能 而随着生命不断进化 一些功能 频繁的出现又消失 不断的在反复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反而更好地验证了 人类的特征 和两性之间 博弈的因果关系 因为每一次排卵期的变化 都会引起配偶关系的变化 而今天 人类呈现出来的状态 也许是两性之间 经过数百万年的博弈和合作 找到的最优解 到这里 这本性的进化 其中精华的内容 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总结一下 在这本书当中 戴蒙德就提出 关于性 这场投资与机会的博弈 可能是人类进化最重要的动力 人类的一些独有特征 比如文化 语言 亲子关系 社会网络 都与性有关 在传宗接代这件事情上 动物们最大的一笔投资 就是时间 如果从时间这个维度去考量 生存和繁衍 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不同的生物 选择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体内受精的出现 使得雄性和雌性之间 不仅有了合作 也有了博弈 因为本能 驱使两性 都要最大程度的 扩散自己的基因 而两性之间 因为投入的不同 就开始产生博弈了 另一方面 动物们期待自己的基因 能够成功的扩散 为了让收获的机会更大 动物们也必须投入更多努力 消除大自然 带来的障碍 在体外受精的时候 雄性和雌性 担心的事情都一样 就是胚胎能不能成活 而到了体内受精的动物 雄性和雌性担心的事情 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雌性依然只需要担心 胚胎能不能成活 而雄性多了一层顾虑 那就是对亲子关系的信心 而我们人类 经过不断的进化 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最优解 通过进化出隐秘的排卵期 大机会 自然界极端残酷 所以已经抹杀掉 用小成本博取大机会的可能 也许自然界 曾经有生物走上了进化的歧路 用大成本博取小机会 那么它们也一定很快就灭绝掉了 剩下的生物 面前无非只有两条出路 那就是以小博小 或者是以大博大 而我们人类 就是以大博大的典型 无数次的博弈 最终都导向同一个结果 那就是投入足够多的时间 去培养足够好的后代 这也是残酷的大自然 教会我们最重要的道理 我们只有投入足够多的时间 才能足以去对抗 未来的不确定性 感谢观看